來到這個就是7月22號的大把戲 Albert魷魚 他好像有點事來不了 害怕了你了 終於是第二星期之後 這個你說的 他會不會害怕我呢 我想他也會有一點點 是 劣我 他說很想看G.I. Joe 可能要等他看完再下星期再說 是呀 G.I. Joe是他那個年代的戲 加上那個真人快打 我覺得是很值得跟著看的 G.I. Joe我小時候有看卡通片 不過我沒有錢買玩具 那些玩具真的很有趣 一個公仔成舊水 那時候也不明白 有很多其實是無法配合的 他們那些風格是無法配合的 但是總之是很受歡迎的 很流行的 那麼這個是一個 又是好像真人快打的一個更新版 行不行呢 那麼 再說這套 耳勇群英的眼鏡蛇 伏仇 不是 蛇眼伏仇 Sleek Eyes 會不會是我們的主打戲呢 那就交給你 先說其他 然後有一套都是續集來的 波斯BB二細祖 這個名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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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BB二 但是叫做細祖 真的太活該了 想得很棒 這個真的很地道的名字 二細祖 是啊 加上二是阿拉伯字二 這部基本上 我看完英文版 都覺得中文版 都好看 因為我最近中英文都看 看中文版的配音 他們的心思 很值得 很值得用中文版看 入瓶落 不是 Space Jam我看中文版的 不是 我中英都看了 因為英文就 可以了 即是過骨 很值得 我們上次都說了 跟著我看粵語版 都可以 而且粵語版是好的 真的很像阿Ellen 你也是上次說的 小狼仔進去看的時候 他容易進去 不用掛著要看節目 但我第二次進去看的時候 我覺得更加升級的 這部電影給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更加深入 這個波斯BB二世組 兩集電影 其實原來中間 已經放了50集電視劇 即是成了serious 所以那些BB 多了很多型 好 跟著有套台灣片 《當男人戀愛時》 他說是台灣片 我發覺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影 都是有一個Lambo 即是他的根源 也是韓國片 2014 是呀 就是叫《當男人戀愛時》 不是呀 他有另一個名字 我在字幕上 我插出來 叫《不標準的情人》 是的 《的情人》 不標準的情人可能是叫 不知道 網上VOD 就叫《當男人戀愛時》 可能在香港上的時候 叫《不標準的情人》 黃正文 我們很熟的那個 2014 這個台灣正式拿來改 是 用這個名字 我也看了 我也看了 那一會兒說 好 跟著很多這些劇場版 這個就是日劇的劇場版 劇場版解碼追空 是 原來我發覺也是 在那個尾 我又說 也是韓劇 《愛的迫幹》 叫做《愛的迫幹》 不是吧 是《愛的迫幹》 對呀 原播韓劇 你有沒有看《愛的迫幹》 是頒底的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愛的迫幹》 是很熱的 講南北河 這個 這個 你不覺得 你已經看了嗎 我還沒看 還沒看 它裏面有很多密碼 很多《Signal》 都叫《Signal the Movie》 厲害的 《愛的迫幹》 我沒有看到 但這部 就很日本 變成日本社會世界 一會兒說 厲害的 好 今天星期五是奧運開幕的 是 有一套叫《影節片》 是國內片來的 叫《超越》 是 《Never Stop》 講跑步的 是 田徑跑步的 雖然香港不是很大聲氣 好像我看的時候 只有一場而已 還有是早上一場 不是 我先看那個 我先想一下 五點多 我是剛剛他開畫 那天 就在看 這套叫《超越》 今天國內片 我們都看了 我和你都看得到 真的很難得 這麼快 其實今天星期五到我們都看完 那就好 很詳盡跟大家說 這個星期的電影 我們怎樣排位 有什麼特色 可以供大家 很難得 其實我們以前經常說 奧運 我們要避開 電影業要避開奧運 很多時候 奧運很多時候 就扯了很多觀眾 離開 今年 今屆比較特別 其實 大家都不知道 會不會幾天得成 到最後幾天之前 是 變成今個星期 都照有幾部大片 頗大的片上 是 上到都算 好的 我先講 不如先講波斯BB2 細組 好 這部 2017 都挺深刻的 因為其實BB 就是大人 這樣來玩 像畫面這樣玩 其實很有趣 我看到坊間評語 就說 2是不行的 但我自己看完 覺得2 其實是升了 有點像Space Gems 其實他們 無論他們說 那個世界觀 或者那個現況 其實都是深了 我覺得它不是不行 是很難得 因為 可以想起 那時候歸納 其實是幾部電影 你可以看到 真是現在新世紀的電影 都拉闊了 國際化的 這個波斯BB 那時候我去看的時候 我都其實是 看到他有這件事 他說 不單是 因為他夢工場的電影 給PIXA 有更大的目標 你知道嗎 有沒有 有什麼目標 就是要入大陸 OK 所以他的功夫熊貓 他是大陸首映 然後跟著香港 又做了 配音 然後美國 看看什麼時候 因為他出來的說法 就是 就是說 那樣呢 就因為 不想有這些 翻版出來 如果就算有翻版 知道是哪個版本 那立刻 真的沒有什麼翻版 嗯 有辦法看到你是什麼版本 那 那個故事裡面都有 那就不說了 那跳到來 這個呢 就變了 因為那時候 就一指政策 一加一 嗯 一個呢 就不是正常 小朋友 的故事 那現在呢 這個呢 就一加一呢 已經大了 現在我們呢 就是你會看到呢 扔去大陸來講呢 就叫做 從二指到三指 政策的時刻 是啊 是啊 那 你用這件事 你說穿著附會 可能有些朋友呢 想請他喝茶 說我穿著附會的 那班呢 就這樣給你聽呢 那 結果他都告訴你 有很多些東西呢 電影人 是想得很入 那這個 我覺得這裡 就是找到那些東西出來 但不是最好看的那些 我們說回那些 老少行二劇的那種呢 嗯 就是那種叫他表面 那個Layer 究竟說什麼呢 你收貨 我收貨 我覺得很大驚喜 我覺得就是 就是說 就是那個 那個訊息量 裡面那個 就是說很多東西 碰到很多東西 嗯 已經是 令到我覺得 哇 這些電影是可以 本來給小朋友看的 是 已經可以拉到那麼闊 給那麼多東西你看 就像上星期看 Space Jam 其實裡面呢 不單止說運動電影 是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說 互聯網 我也是在說這些東西 這次更加厲害 就是概括這樣說 裡面有些什麼說呢 講資歐新的困局 就是你入了名校 原來 裡面是嬌子 嬌子 但是裡面面對很多問題 是 面對很多問題 不是單止來自學校 可能是你的同學 之間那樣東西 講了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鬥真的 很多鬥真的 二就是講洗腦了 洗腦不是 當然是 洗腦是講教育洗腦 其中的東西 不知道 爹地媽媽被洗腦的東西 被電話洗腦的東西 那個 那個 那場 我們講了很多次 那場拍得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是 拍得很厲害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 我們第一集 看兩兄弟 兩兄弟之間的感情 去到大過了 當然會成為了 會有些變根 就是兩個之間的感情 有少許轉淡 成長的東西 都會繼續說話 所以我覺得 就是很豐富的 就是我講已經三樣東西 其實裡面 還碰到很多樣東西 我自己覺得 那我自己覺得 那你 我想你會看的時候 會有特別不同 你會不會代入了 這個變成老爸 阿添仔 由一個 上一集來說 是寶寶仔 現在是大個兒子 是 那還有意思 多了個女兒 多了個女兒 多了兩個女兒 一個女兒 又是寶寶公司派下來的 這樣 這個是很巧妙的設計 其實我剛才講的 爸爸對女兒 和爸爸對兒子 那個處理方法是很不同的 是 對女兒 她寫一大也寫得很好 就是和爸爸 始終是 當我女兒進入青春期的時候 或者長大的時候 始終和爸爸 有個隔膜 就是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可能要到 你長大過 明解了之後才解決到 她寫這個寫得很好 是的 尤其是和爸爸去亨的 還是握手的時候 那一刻 沒有辦法 始終你要經歷那一刻 就要經歷那一刻 就是和爸爸 始終都是 不同媽媽的 和爸爸始終都是有個隔膜 我自己覺得是對的 那Alan呢 如果講過 兒子和女兒的分別 就是 你現在還沒看 《太空也入津》的 那你還沒看 爸爸對兒子 這個呢 爸爸對女兒 那我想 當你變成 家裏有個 家裕一小 家裕一寶寶那時候 你就會有另一個角度 進入這部戲 而且我覺得 這個呢 就令你想起很多 今時今日 真的養一個兒子 不只400萬 李麗珊說給我們 不只 還有很多 精神 很多東西 這樣呢 你會看到 外國這些卡通片 都這樣看 大人小孩 都對看 就是講這種發展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 吸引的地方 來的 我想呢 我沒有看電視劇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我沒有看 我想電視劇中間 應該就是講 兩兄弟 兩兄弟 中間的成長過程 是 變成第二集 這個電影版 開始的時候 就不再介紹了 一來就已經告訴你 那個情況就是 已經大過了 上一集的哥哥已經大過了 寶寶都大過了 兩兄弟都分了兩頭家 這樣 哥哥就有兩個女兒 很自然的自然 已經是 有一點點 已經是 不需要告訴你 前一後的 是 一來就顯示了 現在的新狀況 就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我想追回電視劇 看 令我想追回電視劇 有個過程 是 看到它怎麼變 跟上一集比 我自己覺得 今集除了訊息量大了之外 我自己覺得 製作得意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玩了很多 叫Crossover的東西 我看到裡面有些東西 其實是Toy Story也有的 上集的電話 其實就是Toy Story的電話 兩家不同公司 都在玩同一個電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樣的想法 有關於Write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是夢工廠的特色 一開始就是 知道Pixar 你整個從中特工隊 就整個魏哥傳奇 你整個全部鬥了 是 但現在你會發覺 它裡面 我覺得有件事 就很有趣的 大家去看 夢工廠他玩的那些卡通 又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比如反斗奇兵 還有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大話王 什麼大話王 那條魚 Will Smith 專講大話那個 他就講一個叫做 《衰世界》 這個卡通裡面 他都講 其實就不像電視機那些 搞靚了 他有些很衰 很平庸的 這部我覺得 他上次都已經玩到出來 叫做《天似奇庸》 《融》 就是《融族》 就是《嬰哥》這個 很融族 那我這次就更加玩大 那這個戲 你用這個 你看到它的對比 有很多 這件事做出來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它玩了很多東西 比如剛才你看到 說你看到 反斗奇兵 玩具 玩具東西那些 那些有細節 但是 你會看到 它裡面 它講到 這個叫做《融族》的世界 就是《阿Ted》這個 《波士BB》 那些世界 在裡面 現在就變成了 是日常的世界 所以那些老爸老母 上一次 那時候都是老爸老母 給這些BB欺負的 現在就講的 不止欺負 是控制的 一個 而且它 我想它最令到 小孩子 尤其是 好像 大女兒的 那樣東西 它看起來 我想它們會怕 就是那一場 最生氣的那一場 演出日 演出日的 那個效果 那個反應 其實以前出過的了 那一條 有一個叫做 微影歌星 都很厲害 找那個Paul William 就是演藝界 他說 你是可以得的 你可以得冠軍的 你就可以 但是 全部是我控制的 就是這樣 我覺得那一場 處理呢 很細緻 我想有很多 小孩子 看著害怕的 你小心點 你小心 那些孩子 那時候 爸爸 要演出 或者做些什麼 那時候 遭逢這些 以前 可能沒有 但是我覺得 現在 越來越有 那些 創作人 我覺得它設計得很棒 譬如那些 隱者裙 小朋友 隱者裙 很趣 另外還有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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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公仔 那個 也是很有趣 很活該 那我想問問你 你看完廣東話版 阿Bob配哪個音 不是 這個我還沒看 我說看廣東話版 那個是泰雅入 因為阿Bob 我看到配音 如果他不配奸角 真的浪費 他應該是配奸角 他的樣子一模一樣 跟奸角 我自己覺得 是 只不過 那個奸角還有一點點頭髮 應該是那個奸角 應該是 是 都會 都打算看的 因為他夢工場的配音 簡角的班底都好 因為 還有這件事 我覺得 這部電影 很好看 但是 最好 爸爸 親子一起去看 是最好的 不要小孩子 他們自己 可以聯盟結隊去看 因為 他這個 其實如果看了之後 觸發起 他問爸爸 或者問媽媽 是最好的 這部電影 為什麼呢 因為他裡面 就玩了很多 我們就叫做 江怪六尼 那些小孩子 我想 就算 叫做年輕 比如3至7歲 那些小孩子 他看到他 他會問的 嗯 他會問你一些東西 因為他在那一刻 那時候 他那個 就是 覺得他在玩一些價值觀 那小孩子 不知道 那些叫做價值觀 但是小孩子 就很直接 就會問一些問題 如果媽媽 和爸爸都回答他 就這部電影 送給你的一個禮物 因為我兒子 大兒子 都有看波士BB電視劇 但是他看的方式 就不是說 叫做坐定定 吸收裡面的內容資訊 純粹就是看畫面 就是看到BB仔 做帶人的東西 好像很有趣的動作 那樣 他就這樣去看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我開始的時候都說 其實他找那個 叫做內地的市場 想要他的票 你可以進入各個角度來看 現在西方世界 或者其他那些 就說 他講BB世界 都好像羅馬鬥獸場 那樣 他們那種競爭 是很強的 即是你說的 那個Poster 就是告訴你 兩個BB是最好的 可愛的 變成現在 中國市場 就流行 下跌兒子 下跌兒子 你記不記得 我就是想起 前幾個星期 就是愛的姐姐 一樣 一樣 就是兩個 兩個都沒問題 他現在他就是 他那個 他最主要 他不是說 不是說那個 好定環 他只是說給你聽 你如果你是一子世界出來 就是之前天仔就是 一子世界出來的時候 他面對那個世界 你會看到 他大了 他會發現 他有一種寂寞 現在其實 基本上 現在內地 為什麼會倡議三子政策 其實二子政策 都不行 三子政策 為什麼說呢 因為他發覺 之前的一子政策 是糟糕的了 因為糟糕 大家都知道 你控制了人口 但是你製造了很多 那種叫做家庭的矛盾 譬如有些 就是 有些 有些媽媽生得到的 嘩 只有一個 跟著愛女兒不愛兒子 這個就是他們 愛的姐姐 我愛的姐姐 我愛女兒不愛兒子 跟著呢 這些就叫做一子政策 他裡面碰到那個人 他不說給你聽說好不好 但是他就說 你大過了你會寂寞的 現在你會看到呢 我們都認識很多那些 內地的那些朋友 一子政策那個時期 現在就大概是三十幾 近四十 那些呢 他們很孤獨的 他很容易被人欺騙的 這個我們就做 但是呢 我就想說呢 對比呢 如果你看這個戲的時候呢 他碰到這個東西 但是他用得很妙 但是主題 不是這麼想說這個東西 最重要的是他講的是 西方呢 面對同一個東西 西方呢 他們那些競爭呢 好像鬥秀場那樣的 你死我活那樣的東西 東方呢 就不止一子政策 還有一個叫少年功 我常說少年功的世界 因為呢 他少年功呢 通常學東西呢 他不是教你學那些 得志體群勇那些東西 他教你 那些叫你如何 你 將你的個性 表現到出來 變成一個叫做 所謂少年功走出來的 尖子 少年功 其實我不明白 他那裡是說 他學些什麼呢 就是美術啊 體育那些 不是的 少年功呢 就等同於我們的小童群衣會 哦 但是呢 我們的小童群衣會呢 就回來 你喜歡玩桌球 玩桌球 但是上面那些就有些監製的 那你學什麼呢 要學什麼呢 他不是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跳舞咯 你跳舞 你長大了的時候 你女人會跳舞就好了 就是灌輸那個 那個意識形態給你 而且你小時候呢 他就算了 你可以進去春晚那裡做演員的 ok 那他還有很多事情 但是呢 就少年功那樣東西 就跟我們那個小童群衣會 或者同志軍呢 那些有些不同呢 就是他那種選拔味道很強的 因為差一點點呢 我小時候都有上大陸那些 遊樂場玩的東西 是 遊樂場呢 就是在旁邊有個叫少年功 是呀 就是少年功 但是我當然沒有進去 他們的有藝員 沒有進去 不知道其實裡面就是 其實要逼你學東西 還是你自己自願進去學東西呢 那那個呢 就很詳細 就是什麼呢 但是因為我八六年 又開始做東西的時候呢 那我們做那個卡通片來的嘛 那所以呢 那那個呢 就是除了我們知道 香港的市場 或者海外的市場 會怎樣做的時候呢 都想這個故事 因為是和內地合作的 成語動了 怎樣進到內地呢 那他們都講了很多這些 就是他們怎樣 年輕人的那種 康儀活動是怎樣的 那他們聽完之後 那時候都一看 嘩 那我們多很多東西 我們香港 那這個 波斯BB二世組呢 好玩 就是 甚至呢 我覺得改名的 那位 正啊 那位厲害 不單止專業 他摸到那個戲說什麼 他就是說 你不明白嗎 我寫明給你看 有波斯 有BB 什麼是迫波斯呢 什麼是BB呢 什麼是BB呢 二世組呢 我覺得上一次已經很過癮 但這部呢 就真的很大型的 是啊 所以我是升級了 跟Toy Space Jam那樣 是 是啊 就是逐集就升級了 不是單純 就是接回第一集 把第一集的好玩 好笑 加碼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這部不是 反而你覺得 如果是那些 叫做純動作搞笑 或者玩BB變大人 那種 玩Gag那樣 那樣東西呢 這次其實少了 但是他自己放眼 是否放些什麼 想說些什麼 重點呢 我覺得他拿緊了很多 他做了一件事 很深度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興趣去看 就是 因為 靈魂人物 夢工場的靈魂人物 就是史蒂芬小一寶 和那個 很悉心的埃及王子 他們基本上 有一種很深的信仰 在那裡 那種信仰裡面呢 這些信息呢 都擺了出來 那個信息呢 你都看到 裡面其實要觸及到的 譬如現在整個 那種叫做 傳承的方式 在聖經 在那個教會裡面來講呢 它裡面顯示到一種罪 那 它裡面呢 我覺得 你和你看看 夢工場那裡 他看到 他在那裡 不斷在講 現在的世界 就越來越融族 譬如他講那些什麼 大華王 或者BB 或者什麼那裡 他就講了給大家聽 他講給大家聽 現在這個融族的世界呢 就好像聖經故事的 裡面講呢 教堂的 外面的那個市場 所以它裡面呢 有很多這些細節的東西呢 你可以想心一層 尤其是我想 就是有 有宗教信仰的 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呢 你可以呢 開闊一點 用另一個 另一個心情來看 這部戲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呢 斯坦甫小一寶 他有話可說的 這個等同於 他那時拍雪特拉名單 或者雷霆救兵呢 裡面呢 不單止 是講救人 不單止呢 他裡面有一個 很深刻的一些 信息在那裡 那所以這部呢 Bos BB 二世祖 這個禮拜 是不是一個選擇呢 好 那我們要講另一部 那我們就不講 義勇群英主 好 先改一部 台灣片 好啊 當臨忍戀愛是 二零一世呢 剛才你說的 不標準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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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韓國那套拿回來看 是 你有沒有看韓國那套 我沒有啊 我自己問Albert 我問Albert 香港有沒有公映呢 他說有 但是我真的 2014年沒有來 我們已經做了一部節目 沒有來我避免的 我們就 變了 不追究了 那我拿回來看 我覺得韓國版呢 是一次精彩的改編來的 那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他相比韓國那套 其實韓國那套很地道的 是 你想想王靖民做一個 優仔這個角色 是 就是爛搭搭 好像船頭尺 就經常收錢 就是幫黑道做事 但本身自己是一個戀男 又想戀愛 是 其實王靖民很適合做的 很適合做的 但是搬去優仔的時候 優仔年紀 其實沒有王靖民那麼大 是 但是我覺得他演出 都算叫做很好 但是我自己覺得 讚這套就是 讚這套 台灣版 當男人那時候 我最讚他就是 他把整個東西搬去台灣的時候 整個東西很台灣地道 變得台灣地道 我查回他的製作特出 原來他的景點 是台灣 台北 高雄 是台北的周邊 是嗎 台北的周邊 不是台中台南的 我們常常去台灣旅遊的時候 少接觸的地方 因為台北的周邊 那個廟外復應該是曾經去過的 黑馬祖 那個廟外 我自己覺得他 很漂亮 但我看後面的班底 很多高雄不高 我自己覺得他很有心機 把這些地道安在不同台灣的位置 來去解釋 讓觀眾看到台灣的地貌 我這些是讚的 也覺得他的製作 攝影 很有心機 雖然他不是拍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日積感 但他拍得很漂亮 不是拍美倫美換 台北市中心的東西 但他就好像我們看之前那套 《消息的城市》那樣 他不是拍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城市 但他把這些東西拍得很漂亮 我很讚歎 就是台灣這段時間 那些電影的攝影 全部都很棒 可能李平斌那些高徒 開始成熟 我知道 或者這樣想 你再想闊一點 就是因為李安的成就 令他們台灣人有種鼓舞 而且李安還有一個大的功德 就是他把一些荷里活的技術 有步驟和系統 放回台灣那裏 譬如他在聖靈派那裏 他又製造了一個大的特技 水池 水池 亦都說了 首部120格的機器 用台灣的身份 拿到這些預算來製造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鼓舞的 中港台裡面說 他玩技術那樣東西 這部你講一些音響 嘩 正到鼻 那些聲音 那些環境聲音 做得很棒 杜督至高徒 是啊 總之他一定有跡可尋 所以我就覺得 嘩 就算不是拍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但是你都很有心機去刁鑿 出來的效果很好 我覺得是 當然 看愛情故事 看男女主角 我覺得 剛才說到邱澤 阿仔也吸引不到我 吸引不到你 所以女兒就不行了 我很喜歡她 因為紅衣小女孩 是嗎 不知道 因為她的樣子 她形容得好 台灣可能都用 拍安妮 臭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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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臭臉 那些 他們的稱呼 臭臉 臭臉女 她做得非常好的 是 我自己讚完之後 再讚 其實這套戲 我比較喜歡上半段 當男主角還沒出事之前 我是很喜歡的 因為他很像 這個喜劇包裝 去追女孩子 我覺得很投入 很欣賞 尤其是兩場 天台那場 事後那場 還有幫女兒的父親 搞喪禮那場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觸動點 我看到身邊的人 開紙巾哭 就是那場 我旁邊的主婦也哭到 那場 那場其實不是 結尾的大龍奴禮 只是中間一場 當他們的感情 互相 建立的時候 那場喪禮 我覺得她的力度 做得很好 不知道 你不認同 她幫臭臉女 爸爸過世之後 主動地 幫她搞一個得體的喪禮 然後 你都預說預計不到 事人忙忙忙 盡力地去幫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反而這個叫做突然到觀眾 反而最後 韓式那種催淚 又有絕症 又有身陷露獄 那些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是耍她的 當然也沒問題的 但我自己也是那一句 我喜歡前半段也是很半段的 我是不同的 又不是這樣想 因為我沒有看過 《不標準情人》 但她是寫得明白的 她在尾的寫得明白 是參加這個 但我看了之後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部戲 基本上很台灣戲 台灣戲有兩大部分 去到結尾大家明白 如果你有看過柯俊雄的 《再見阿狼》 不是張法那個 柯俊雄那個《再見阿狼》 她就在接近這一種世界 即是說什麼 內又怎樣 老又怎樣 這些是我們的東西 現在 《再見阿狼》那樣東西 就在這個男生阿成那裏 她表現出來 她就怎樣表現出來呢 她就說 即是這一種人 她說台灣有一種男人 尤其是這些廟妹呀 走來走來走去這些 叫小混民、小流民 她就只懂得什麼叫愛 但是她不懂得自己 當你有愛的時候 不懂得自己去做什麼 怎樣去表達愛 怎樣去做 不是叫做愛 你要做的是什麼呢 是不懂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小混民 她不懂讀書 但是你會看到她 我覺得她那個 不知道原本的小說 那些人都是說的 就是臭臉女都問她 你喜歡我什麼 因為她自己都知道自己臭臉 她常常對著自己的鏡子 是這樣對世界就對的了 就是這樣 但是她問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喜歡我 但是她說那兩樣東西 我想那個臭臉女都馬上很好體驗 我記得的 是 長腳 是嗎 香噴噴 香香的 即是很單純的一個喜歡 臭臉女 還有愛情 是 她基本上有一個回報的 是 那個回報是很漂亮的 是 令到那個女生呢 很深刻記住的 那那個是什麼呢 那那個呢 基本上很深度 不過呢 如果你看得明白呢 你就會覺得這個更厲害 但我不想知道 因為這個 這個計劃呢 就是很厲害的 我反而就講第二樣的 她就是講了現在台灣片 她有一件事她講出來 為什麼這部片變成了好台灣味 就算是改編都是好台灣味 不是就這樣叫做韓國野症 她全部都是講的 講呢 就是無論愛情 無論什麼 她這個跟腿一樣的 腿啊 和我剛才說再見阿郎啊 或者那個叫親密的客人啊 不是房東還是客人 親密的客人 都這樣去聽 現在台灣當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講愛的時候呢 它裡面一定有債的 嗯 而它那個反應呢 就說整個台灣呢 它自己感覺到 自己這個世界呢 自己族群呢 是一種叫做 負債累累的一個族群來的 嗯 這個呢就由那個 那個 賴聲村呢 他那些話劇呀 那些出來呢 已經是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呢 你都看到 她認識怎麼樣看 就是用華人的眼光 去看他們現在面對的世界 裡面就有很多債 有些是叫業債 那些卡迷 所以他一說追債 但是他追債的時候 這個男人的表現是怎樣的 還有那個女人都是受這些債 不是自己搞出來的 是上面積下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叫包袱 寶寶你都講到這件事出來 現在講得很深刻 他講到這件事出來 你想起債 你剛才有講李安 飲食男女 不善年也一身債 也有一層樓 他講得出來是很細緻 因為我覺得他基本上 整個戲都可以說是封神榜的故事 是雙朝的鬥 其實現在他說 不要說你會不會用錢 但是你發覺怎樣去籌錢 怎樣賺錢 有正當賺錢 有個不正當賺錢 或者借錢 但是他又說 你不是只是給錢 是搞 令到你五斗米折腰 有什麼 現在全世界都很多都是這樣 不過香港也是 他又說 他又說 你看不到錢是在玩你 是 那這種 那種叫做 有一種很中國的 那個眼 來去 對賭的 那個世界 這個戲 基本上 我不用這麼複雜 因為全世界都在講這些 腿也是講這些 腿和這個 那個是最短的 因為我覺得 許雅玲 跟誰呢 桂倫美 桂倫美 當然桂倫美正很多 桂倫美不是臭臉 但是他臭到臉 桂倫美也臭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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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南方車站也很臭臉 是啊 但是他現在男人喜歡他 這個也喜歡他兩隻腳 那他又厲害 那桂倫美 你知道那些人喜歡他什麼 你說他剛才是頸 是嗎 是啊 你也是講那個 南方車站那條頸 不是 全城熱戀 那個最出的 就是那時候出的那個 而且他去青島的 拍下李連結那部 都是 這些很多的導演 攝影 捉到他那條頸 嘩 很漂亮啊 那條頸 很優雅 所以這個 當男人戀愛時 我覺得 裡面 基本上他就說 那個成績 跟之前講過那個 但是這一部呢 我就覺得 咦 正 你可以說 跟腿呢 不相伯仲 因為腿我喜歡多一點的 因為我喜歡桂倫美 是啊 尤其是當我看了 即是看了 不標準情 不標準情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一套呢 無論是製作 導演 製作 美術 攝影之類的 其實這些叫做 餡 那餡 其實是拿得很漂亮的 給你很漂亮的 是 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 剛剛之前都有一些人問 就是 香港那些主流片 是怎樣 什麼是香港主流呢 那 講不講 但是這個呢 就告訴你 台灣找到他們的主流片 還有是引證了 他們已經 這種新主流是來了 那套戲又收得 還有大家都看到 就是 很多台灣風格在那裡 甚至是改編 他都有台灣風格出來 那他的主流片 我們常常在香港的 港產片時期 那些主流片 就是這種來的 我們現在 其實正在去的 就是 得多叫做 首部劇情片 首部劇情片 就是年輕人的 尖指戲 但是呢 未曾達到 變成主流的水平 是 所以大家可以深入去看 最近的戲呢 我覺得 大家現在看 只要你 你用一個 不要這麼快看死一部戲 你會發覺 那些戲裡面 很多東西是說的 是的 那這節尾之前 也說了那一套 影節片 奧運片 超越 其實超越 我自己本身 看過 或者檢查的時候 我想 會不會有些轉船的電影 就是為了 為了 這個 最流行的 幫奧運打氣 那總是有這些電影 那我自己看起來 咦 看起來之後 還有那些電影 我覺得很有氣味 是 因為其實他有說 兩個運動員 先說 郭超越 郭超越 郭超越的男主角 即是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還要退役 退役 在一個 寧海 寧海 即是北邊的小鎮 小城市裡面 自己教生意 其實他也是不好的 退役役 做不到生意 婚姻有問題 很多事情 不如意的時候 想起那些往事 原來他有一個學弟 叫吳添翼 吳添翼 吳添翼就是 新世代的運動巨星 即是一代接一代 原來他們以前 是同一所運動學校出來的 那 那 今年再會 吳添翼 又是接近 事與低潮 有個關口過不了的時候 就回到靈海 就跟師兄 有一個叫做 互相 再見面 其實有些微微的 你覺不可以 我就是聲音 現在聽達叔的愛 是 吳添翼 很好奇 你看她眼神 是 你看整套電影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女生 因為這套電影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女角給她幾個本 怎麼吃 她從頭到尾只眼中借望女的司映 這就是我的觀察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然後她身邊有一個大耳環的肥哥 肥哥 肥哥 她裡面有沒有一個是你的成分 沒有女人的 你去到尾的時候 她這種叫做是 你可以說 內地可接受的嘻嘻描述 不說 不提 但是 意會 意會到的 我覺得是很誠心的 因為她從頭到尾就在補這個不添翼 對這個師兄是有一個感情的 還要拍拖友的 那場 你不要說不著眼 他們是明眼 這叫擦邊球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運動電影 我們上次看《奪冠》 最出名的 《陳和珊》那一套 其實這套我自己覺得她的取材很好 她的角度就擺在當你跑過終點之後 運動員 過了一個顛峰期 之後如何生活呢 如何在這個社會裡面蠟燭呢 其實我覺得這點寫得很好 我自己覺得 尤其是男主角叫什麼名字 你說她叫鄭凱嗎 鄭凱呢 她是投資者 她是監製 其實最重要的身份就是 她自己也是一個短跑手 所以我覺得她拍這個運動員 拍這個運動員 顛峰期過後 我自己覺得很有觸覺的 質感還不錯 我自己覺得是不錯 我自己覺得是不錯 就是小小看到亞洲電影 有寫這些運動員 寫得那麼深 我自己覺得 那麼著地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是令眼相看 我自己看的時候也覺得 想不到你有這樣的角度 去在奧運期間出這套片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是 往往大家都會跟奪冠去做比較的 那我用個人來講 我覺得 以氣來講 技術的呈現 奪冠就有一個技術性在這裏 但是你有沒有記得 我當時去講奪冠那裏 我都提出了我覺得 這個故事在內地來講 就有一個意識形態的限制 就出了一個問題 就不講家裡 來不開一個運動團 不講家裡 不講家裡的時間 你會看到它裏面有一件事 就是那種局限 我們覺得是離地了 不是 假了 假了 你那場家人過節前 記得那場嗎 去學校那裏包餃子 還有這場超越成班 失落的運動員 坐在那裏打邊爐 哪場在地呢 我就是這樣 你奪冠好的那個 就叫做 我們講他們的家就是訓練 但不要講他們的家是一個集中 這部超越 它就講了一件事 我覺得它其實那個技術 還有那個表現 它都是泰國氣劑性 推動的 就差了一些的 因為它那個氣劑性推動 只有表面就沒有了一個深度 但是它想講的東西 還有可能本身 好像剛才Ellen做的資料都找到 它有很實際的資料的back up 或者它自己有點兒 夫子自圖 鄭凱 因為你會看到它自己 拍的時候也叫市政師強調 他30歲之後 他的身體已經 那個肚腩 嚇半絕 他嚇半絕 你怎麼走極 你嚇半絕 你這樣的身形 那你不粗 就是這樣 你怎麼走呢 他也有一場 後來他自己想再培訓 就找了去參加那些什麼 國際級的 有這些叫做西人去教 就一定行的了 就是那種女性那裡 還有它最關鍵呢 我覺得它 它能夠做到一件事 是很關鍵的東西 在這部超越的那個 他就說 你重視你少年做得好 這個等同一個 少年功是這些選擇來的 出來的時候 你有了一個成就 有什麼 如果那個叫做國家 不覺得你有用的時候 你就有問題的了 你已經拿到冠軍 你有自己的icon 好像那個 太空也入宗那樣 你有一個icon來 他自己出品牌 出一下 但是 告訴你 有個體護是騙你的 所以你的鞋 你有這個品牌 如果你要賣得到 你要好像李寧那樣 是國家企業 你來是萬中無一的嘛 就是唯一的 那他就只能說給你聽 是的 他們的比賽 最後他就一直是不明白 他對夫子自動說出來 他說我們現在 響響這裏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命運是這樣的 你要是只有第一 你沒有第二的 第二就沒有人記得了 是的 他這個晚上講的就是 這個呢 我覺得他講的上來 大陸都說 是啊 你說得對 但是他其實 基本上這個呢 他講的 嘩 我們最大的問題 我們只有一個一 等同英國之前講的寶寶 一子政策 得一為一 你沒有二 沒有三 一二三 這樣來 那他那個叫一 他最後他都知道自己已經敗下來 所以他講的那句話 你不要以為他的眼光 因為這個呢 我們如果上課的時候 就要跟內地學生討論這個 一二三的問題 很好的 因為他用那個 所以他那場呢 幾個運動員坐在那裡 打火鍋那場呢 那些對白呢 我覺得很充滿的味道 是 你可以反覆再看回 原來他們真的 即在地那種心態就是這樣 是 我自己覺得那場很欣賞 是啊 我覺得他這個戲 他有一個目的 就是 因為我看到 他如果 你跟剛才剛才 《亞人樽》 這樣可以對比 就是 西方的那種叫奧林帕克式的 那種叫運動 精神建立一個大的市場呢 人家西方呢 就做得很好的 那其實 中國呢 就覺得自己 要跟世界合群那時候呢 這件事呢 體育的那種精神 就是國家精神 那些東西 應該要說出來 那內行呢 他現在呢 這個就是 你會看到其中的一個 夫子制度 甚至奪貫都是的 都已經說出來 就是 我們現在的那個企業 這種運動企業呢 根本呢 沒有一個叫做 健全的步伐 所以呢 一代又 一代浪費了 不如好像他 這個超越呢 他也是 他做了之後 那時候 他自己做的時候呢 根本 做不到的 因為呢 當你得到這個 這樣的成就那時候呢 那你是國家的光榮 但是你的光榮呢 就是有沒有利用價值 嗯 嗯 那他裏面呢 就講到呢 裏面 其實他碰到的那種世界 就是很有民生的那種世界 正正呢 就是奪貫呢 他是沒有的 講那些東西 就是你怎樣 講回整個群眾呢 他們面對著的什麼局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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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個整天混在一起的那裏呢 那裏呢 都是叫做 Loser的國保級運動員 哈哈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不一定過保級的 那絕對是 超越就是 腳頭啊 嗯 那接著你啊 添翼也是啦 添翼就是最新世代的什麼 那天翼就最後來的那幾場呢 那種嘻嘻已出來了 你們現在大家看 大家要留意 因為那一句裏面 碰到呢 我們都講得志體群美 他這個呢 就講回來 得志體群美呢 是我們華人 怎樣看一個健康世界 你建立出來的時候 德智體群尾 是很重要的 整個社會裏面 都要關注這幾樣東西 德行 你的智慧 智商 你的分析力 你的那種思考 你的體格 國民體格 你的那個合不合群 你不要常常當你自己是唯一 那種是群眾來的 什麼叫真是美 所以這個拍下來 品流課式裏面來說 你會看到現在在內地 或者開始影響香港 奪冠那個人就OK了 陳口珊 奪冠那個人就OK了 他們認為是OK的 但是我很想看陳慧珊的另一部 因為他想網球 李娜 調理自己的狀態 李娜 到現在都在等 或者看她老婆那套先 我們唯有看她老婆 媽媽的神奇小子 不過又退後了 又退後了 原來8月5日 現在變成8月14日 都不是很後的 不要再改了 因為那一刻大家會害怕 可能反正又是沉大海 所以用品流課式裏面來說 我反而覺得這部超越 是講那種質地 講的世界 還有一種叫做區域的風格 我覺得香港人看大陸的電影 其實很多時候想看 大陸人有沒有什麼 他自己的東西可以說給我們 而我們看的就是 有時候好像一張借鏡 你不會說 它們很漂亮呀 把這張借鏡 是海報 你看它捕捉二線城市的質感 其實是很有 在地的質感很強 我想說這個 又不是一線 給了好東西 給了好東西 給了一些刊 街的刊 碼頭 那個很好 我覺得漂亮 就是這樣 那種質感 還有它講到一個真真正正的 苦心講給大家聽 就是說 就算你有天才 超越和天才 都應該是天才級的那些運動員 自小就有這種天分 但是一指錯 就滿盆皆樂上 在它那個叫做人生裡面 好像一個奇局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會看到出來 奪冠反而你會看 現實世界是這樣的 不過你拍出來 神仙了 沒有了這件事情 變成那種形象化式的偶像 你會覺得浪費了 因為 因為原本奪冠那個 他說他又去了美國 做了教練日回來 又成功 對呀又成功 那我覺得他裡面 為什麼你不說美國那裡 他捉了一些策略 而他將他變成是 叫做是華人化的時候 有些什麼不同 所以令到他成功 那些是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還有別人都會看到 你有沒有做一種 叫做悉心的表達 嗯 所以這個 超越 超越 我覺得喜出望外 對呀 但是呢 就不是很多戲院看到的 對呀 但是你 我覺得如果你有時間 還有有心 就是喜歡看電影的那些朋友 你看那一層 那自得行途 我覺得 講戲劇可能很古老 但是我覺得人情味 還沒有出來了 攝影 攝影可以 還有他最後那段 那個煙花成放那個 那個呢 都有一些振奮的 就是說你縱使你什麼 你不要停就行了 那個處理很好 對呀 那個處理不用說 又要灑狗血好性 兩個怎樣 我看的時候 兩個會不會後來做一場賽跑呢 互相鼓勵 沒有呀 不用相遇 但是用一場煙花 那種燦爛 即短而燦爛的東西 交回袋 OK 我自己覺得 筆落續套 對呀 所以那些戲 有時候你 可能不是那麼主流 或者不是那些 但是你 咬到那個味道的時間 就正啦 好 不過就不要咬到 當男人戀愛時的那種味道 那種什麼味道 三一節講味道 我不敢給定中皮 好 你進去看就知道 下次回來就講義用群英 好